我们现在所讲的是 如何提升人的灵命和兴起事奉的人 就是我们怎样在照会里面 兴起人去爱主 亲近神 尊重神 事奉神 而且兴起事奉的人 首先我们自己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与神亲密的关系 我们就不能兴起事奉的人的 因为本身都没有很大的动力的话 就很难兴起人有这个心 你们可以拿出来录音 首先是我们自己有这个动力 我们有爱心 去服侍神 也有爱人的心 带动教友去爱神爱人 也帮助他们被圣灵充满 因为没有圣灵充满的分别是什么呢 生命主要是理性的帮助 理性的帮助 灵的改变不大 但如果心灵被神触摸 被神感动 被神更新 经历过神的爱 神的平安喜乐 就更有动力去 去侍奉神 去亲近神的 所以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 也是神的旨意 也是神的旨意 神说在 使徒行传 二章十七节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教官 反而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又说 预言 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人要见异梦 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都说 神啊 我们需要圣灵充满 才容易更新人的生命 不是不可以 但是比较困难 而且圣灵充满更新人 这个动力比较强 因为他每一次打告 都经历到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激励 圣灵也提醒他 里面有这个动力 圣灵在推动他 所以这个动力 是继续在里面的 第二 用恩典 让人知道 让人知道 尊重神必蒙福 这是我们尊重神 神必定喜悦的 这四点 你记得这个动力吗 曾经说过 第一 神去掌权的 所有东西都在他手中 他也充满爱 第二 他爱我们每个人 看重每个人 第三 信靠神 亲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必定蒙福 第四 犯罪 不尊重神 不适奉神 必定有破坏性 但很多人就是 不觉得是这样 没有 觉得是 犯罪可以 逃脱神的眼目 但其实 神必定看到的 谁是真心的爱主 神看到的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是不是神 我想 祝福人 我想适奉你 我很爱你 还是你说 别人都这样做 我要这样做 这个动力 就不是从神来的 或者是 我想得意志 我想得释放 就是你自己 这个没有错 但你得了释放 之后 是不是 就很想祝福人 这个动力 从神来的动力 很想去祝福人 这个动力 这四点 希望你用来鼓励人 第一 神去掌权了 所有一切在神的手中 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眼目 第二 神看中每一个 每一个都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第三 听见神尊重神 必定蒙福 侍奉神必蒙福 第四 犯罪 不尊重神 不侍奉神 必定有破坏性 你能够承担这些破坏性吗 有些人继续犯罪 我们就问他们 如果神要管教你 要处理你的生命 要惩罚你的手 你能够承担吗 神叫你 有一些你心爱的东西拿走 你喜欢吗 你最喜欢的神拿走 去教导你 你喜欢吗 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帮助我 真的尊重你 我认识四个牧师 他们两个的侍奉非常的大 他们是众派的领袖 也是教神学的 四个都是牧师 但四个都犯见淫 有两个需要坐牢 他们的侍奉从此以后 不再是一样 其实有些时候 其中有一个对我说 他也承认他的罪 他也说 我是骄傲 因为他的胜利恩高很强 他就觉得骄傲 然后他就犯见淫 然后他以前的 事奉本来是很大的 是国际性的 一下子就猜尾 这个他能够承担吗 后果是非常严重 他现在慢慢回复他的事奉 但规模很少 跟以前的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帮助我们 看重你给我的礼物 我不能失去任何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鼓励人 你想不想侍奉神 神必定喜悦的 你跟踪神 神必定喜悦 你每次为神做任何小事 神都喜悦 你想吗 如果他们有圣灵的感动 愿意的话 你就说非常好 他们也进步 你也鼓励他 非常好 但如果他有骄傲 刚才有一个姐妹分享 告诉我 有一个人 很有恩赐 很熟悉圣经 但有骄傲 我就会告诉他 你很骄傲 我们都建在这个盘旗上 我们建造的 有些是金银宝石 有些是草木和街 如果你骄傲的话 你所做的是草木和街 你所做的都要离开 你以为你有机会聪明 这些都要过去 你所做的就是白做 你能够承担吗 但如果你谦卑说神 我所有的智慧 从你而来的 我所有的智慧 智慧 能力都是从你来的 我侍奉你是应当的 因为你拯救我 你这样恩典赐给我 我就谦卑地服侍你 我没有一样 不是从你而来的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需领受的呢 如果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 不能自夸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我们为人祷告 很容易有骄傲 我为了祷告 他精力很强了 他得意志了 很厉害 但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就有骄傲 我们说神啊你真好 是你做工 不是我做工 是你做工 我只是你的器皿 就好像我是电线 你是电源 电的源头 我只是电线 将你的能力传递到人那里 电线没有电源 没有能力 是你给我能力 所以我不能骄傲 我骄傲的时候 马上将这个电源停了 我就没有能力了 所以我需要你 求神来民 我们就提醒他们 神祝福你的这个动力 而且提醒他们 警告犯罪必有破坏性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这个三十八年病患的人 耶稣对他说什么呢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 犯罪的时候 魔鬼来偷窃杀害 他可以杀害什么呢 杀害我们的与神的关系 破坏我们的灵命 破坏我们的喜乐平安 破坏人对我们的信任 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不能失去这个信任 如果失去这个信任 我就不能再来侍奉了 是不是 但犯罪的时候 就失去这个信任 人就不再信任你了 有的机会 现在有的机会 感谢神 可以侍奉神 是机会 为什么呢 我们需风的果哨 要停留在别人的身上 别人得福 我自己的果哨 也停留在我身上 有永远的福气 永远的赏赐 永永远远的 神纪念 非常蒙福 但如果我们犯罪 所有就是白做 所以我们就说 神帮助我 有谦卑的心 我有的都是从你而来 你拿走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 有些时候 有些基督徒 他们的生命很破碎 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什么罪 所以破碎 但很明显地看到什么呢 有些人破碎到什么程度了 语言关系不好 工作常常被人吵 有鱼 有鱼 普通话 鱼鱼 鱼鱼 有鱼 有鱼 这是容易被人吵 有鱼 这个 就看到他语言的关系不好 这个就是破口 里面到底有多少罪 我们不知道 但这是生命中 与人关系不好 没有祝福人的心 有负面想法 有负面想法 必定有破坏性 整个生命就会慢慢破坏 因为没有喜乐 没有平安 没有力量 与人关系也不好 没有人喜欢与 负面想法的人 做好朋友 他们与你相联 都去关心你 如果有人是很负面的 没有人很喜欢与负面的人做朋友的 他们与你联系 就是去帮助你 不去做你的 你不是他的朋友 我们就明白犯罪必有破坏性 为什么有些人 年纪大了 工作也做不到 人家关系也不好 家庭也破坏 世风也破坏 又没有喜乐 身体健康不好 很多时候就是他没有管理生命 我们每个都需要管理生命的 我们每样都需要建造的 我用自己做比喻 我要保持我的健康 我要保持我好的睡眠 我要保持自己有好的情绪 保持自己 学习每一样都保持 而且语言的关系都保持 学习各方面的能力 弹琴的能力 带领敬拜的能力 语言交往的能力 鼓励人的能力 不伤害人的能力 我都需要建立 怎样教导 每一样都需要建立 是不是 我们越建立 越谦卑 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但如果没有建立 没有进入神的里面 没有让神带领 没有圣服神的话 生命就不会提升 我们就告诉人 生命可以提升 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我要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被神使用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祝福更多人 这样的话 神就喜悦 但我们犯罪的时候 就破坏了 然后第四 帮助人经历圣灵 和圣灵充满 明白圣灵就是神 其实传统教会 如果他们用更多时间 相信神的爱 一边爱神 神啊 你真好啊 耶稣 我爱你 我喜欢你 我享受你 我欺赏你的作为 我以神为乐 你这些整天这样爱慕神 你也越来越被圣灵充满 当然在圣灵的聚会 用更长的时间亲近神 人生命就更大的改变 就更有力量 我们的灵命就提升 也提升别人的生命 我现在所讲的是 关于提醒别人的灵命 和帮助人进入 事奉里面的 好了第一 刚才所说的 第一就是 建立自己与神的关系 用恩典鼓励人 第三 提醒他们 犯罪必有破坏性 懒惰必有破坏性 玩手机必有破坏性 常常玩手机必有破坏性 很多人就是 其实这个世代 魔鬼用的器皿 就是这个手机 很多的 很多的游戏啊 这些 这些 其他的东西的影片啊 破坏很多的生命 这是魔鬼用的方法 我们自己也 经历圣灵 也帮助人经历圣灵 有圣灵充满 然后第五 训练教有多祷告 处理生命个人问题 也训练他们辅导人 和为人安守祷告 就是 基督徒 但是信耶稣没有训练的话 他们不能做什么 所以我们要给机会 他们去操练 证愿祷告得力量 证愿祷告每一次经历圣灵 证愿祷告有信心 相信神充满我们 也处理生命中的负面情绪 被人影响 负面的想法 对这个世界的希望 我们都要处理的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多问题 但我们在世界中有盼望 能够祝福人 我们的盼望不是世界变好 是我们祝福这个世界 对人有祝福的心 虽然见到人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要处理生命 处理任何不好的东西 虽然他们辅导人为人祷告 也给他们机会去这样做 这样的话 你做惯了 你随时随地可以做的 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圣灵的能力的 这好像一个开关器 电灯的开关器 上阵你出来 上阵 你开个后面 上阵很敏感圣灵的 我喜欢 闭上眼睛 我喜欢这个开关器 我就说我投入 我就开了 我不投入 但是说话就没有力量了 但我投入 哈利路亚 就有能力了 这个就是我们习惯 啊 哈哈哈哈 我的灵 逃入 耶稣 哈哈哈哈 逃入 神的同在就灵在了 这个我们需要操练的 我们需要操练的 这是敏感圣灵的人 他很敏感圣灵 我就 不用按手 他也经历圣灵 我可以在牧师面前 很大的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我们需要 需要 多操练 多练习 因为他的 他很开放 所以他 将来恩告可以很强很强 你们每个都可以很强 继续保持就可以了 谢谢你 祝福你 提升你 祝福你 也训练人辅导 怎样辅导 帮助人 帮助人 怎样引导他 不要批评人 不要判断人 而是接受人 人学的慢 改变的慢 不要紧 慢慢来了 慢慢来 哈利路亚 好了 第六 教导人明白神必尊重 侍奉神的人 这个约翰福音12章26节 你真心地侍奉神 神会这样对你 这个叫什么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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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会说 你是宝贵的人 我自己用一个比喻 用个比喻 上你敬礼 你是尊贵的人 我看着你 我要大大提升你 你要进入我的奇妙计划 让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计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查验神的善能 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就知道 侍奉神是美好的 有些人可能你的护照 不去全职 侍奉 也不去做传道员 但你在你的工作上 可以侍奉神 如果有些人已经退休了 你只有更多时间 也可以进入全世界的侍奉 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的话 你就进入 所以我鼓励你 你现在进入全世界的侍奉 你有时间 你就看什么最重要 哪一样最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了 当你选择侍奉神的时候 选择喜悦 第七 留意有强壮灵命 有连续人的 有侍奉神的人 的信的人 留意他们 在你的教会里面 有些人 他们很有信 例如我们带来的人 他们都有信帮助人 我就留意他们 有些没有带来 他们也很有动力的 在我们的群体 有一群人很有动力的 我就看到他们 我就看重他们 我就训练他们 我也看看他们的进步 我也继续帮助他们进步 他们有什么需要 我就帮助他们 这样的话 他们就能够进步 这个就是好像耶稣 当然耶稣跟我们很大的不同 因为耶稣 知道谁是真心的侍奉他的 所以他就知道选择 十一个门徒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是犹大 是有一天要出卖他的 耶稣也知道的 为什么他要选犹大的 我们从原来说不知道 可能他就是预备有一天 他要出卖耶稣 我不知道 但他选择这十一个门徒 他就是走路 看到马太 来跟着我 我觉得当时去马太 马上经历神的能力 非常强烈的感动 马上就起来放下 所有的东西就跟从耶稣了 你看一看 这是耶稣看到 知道他是有信 是奉神的 所以我希望你也是有信 在你的群体 你看到有人有信的 你就说你愿不愿意 是奉神 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 你可以大大被神提升 你可以祝福很多人 你的生命就可以进入更高的层次 我告诉你 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层次 我用一个三角形 教会里面最多是什么人呢? 软弱的人 很多烦恼的人 很想得到帮助的人 是最多 上一层是比较稳定的人 在上一层是愿意 侍奉神的人 各方面 另外一层 愿意接受训练 训练是怎么样? 愿意操练各样的侍奉 愿意去帮助人 为人祷告 服务人 辅导人 然后再上 去更委身的 去圣灵充满的 这样生命完全先给主了 神啊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不怕死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在教会里面 在所有的基督徒中间 就去有这个三角形 我想问你 你在哪一个层次? 你在哪一个层次? 你希望进入哪一个层次? 你见到有人 你就鼓励他 你可以进入更高的层次 你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你希望 你希望吗? 你希望吗? 你希望的话 你就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计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跟从世界上的人追求的东西 反而被你的信义被神更新改变 这样的话 能够查验 查验是发现到 分辨到 还没有到进入 进入是真的委身 每一步跟随神 神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如果放弃 放弃某些 可能我们喜欢的东西 但会拦住我们的东西 我们都放弃 我们就 护照这样的人 也问他们有没有这个护照 其实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 我们可能分辨到 他是神护照的 但 是神知道 谁是神护照的 这是里面不停有神的感动的 这是神护照的人 这是 这个人不停地很想侍奉神 这是神的护照 如果你发觉里面不停有这种感动 是神赐给你的 腓立比书2章13节 腓立比书2章13节 你们立即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这是基督徒 正从神 我们会立志 决定 行事 行出来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基督徒会正从神是神的感动 但我也会说 我们也有罪性情 这个罪性情也会引诱我们去犯罪 引诱我们去做不好的东西 你越亲近神 你的性情 神的感动就越强烈 到一个层次 你的感动 差不多所有都是神的感动 但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些基督徒 他们的感动很多是自己的肉体 有些基督徒就是追求结婚 生儿女 赚钱 都去追求这些东西 这些是从肉体来的 这样的话他们立即行事 是他的肉体做工 当有人有信侍奉神 是神在他里面推动他 有些人侍奉神是听到神的感动 听到神告诉他 你去侍奉神 有些人是神有意念来到身上 我自己是没有听过声音 没有见过异象 但我就是出信主 我已经有信 这么多人没有认识神 没有知道 不知道神是真实的 神儿如果是你的主意 我愿意侍奉你 我就有这个信 但我继续有这个信 不停有这个信 就是有人批评抵抗 我还是有这个信 就证明是神的带领 我也希望你们都回应神的带领 你有神的带领 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我 告诉你的传道帮助你 你的灵命就提升 但同时我们侍奉就留意 有些人特别有信的 有些人特别有信的 你就鼓励他们 你愿不愿意进入神的侍奉 被神使用 有些人是部分时间的侍奉 有些人是全时间的侍奉 我们都求神使用不同的人 好了 第八 训练他们侍奉神 也给他们操练的机会 训练他们怎样 祷告亲近神 为人祷告 辅导人 怎样回应人说的话 怎样有柔和谦卑 不要骄傲 不要伤害人 不要批评人 怎样有耐心 懂得怎样帮助人 各方面 而且我训练人带领敬拜 弹琴 弹吉他 打鼓 我也训练人讲道 带领查经 我都训练人 结果这些各方面我都训练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学习更多 训练更多 哈利路亚 好了 然后在你的教会 当你找到这些人的时候 你祖族有信侍奉神的人 成为祷告服侍者 或者是和信侍奉人员 有些教会是这样的 啊 谁愿意 愿意侍奉神啊 谁愿意签你签名 啊 就是说 找不到人侍奉神 所以谁愿意侍奉啊 谁愿意做局势啊 你报名啊 就是好像没有人做了 没有人做就 谁愿意做就可以做了 但当我们灵命被神更新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一群人被神使用 在照会里面祝福人的时候 我们是要求神带领我们看到有人有信的 才阻止他们一同侍奉 有些照会是这样的 谁愿意就可以做了 无论他的生命怎么样 结果是怎么样了 有些人没有信的 有些人是在罪中的 有些人是得罪人的 他们也侍奉神 照会就带来很多问题 但在你的照会 如果你说 你看到有信的人 你就训练他们 他们愿意接受训练 然后你就组织他们成为 这个 扶序队 扶序队 能够为人祷告 为人辅导 帮助人 探访人 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一起去宣教 这样的话 你就信起一群有信 侍奉神的人 这群人 在各方面 在教会里面 建立人的灵命 你看到我们几个来的人 三个姐妹 都曾经有情绪的情况 我们帮助他们得意志 然后就训练他们 说你得意志 将来你可以帮助人 他们也愿意 这个就是 同时我们帮助人得意志 同时也提升他们去 被神使用 被训练 去为人祷告 扶序人 辅导人 传福音 这样我们就建立 一群有信的人 愿意的人 但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群体 不是有需要的 就是愿意侍奉 就好像这个弟兄 他不是有什么需要来的 他就是看到我的影片 讲到 侍奉神 他就有信 这个我最喜欢见到 因为他是有信 侍奉神来到我们中间 当我听到有些人有信侍奉神 我是最喜欢的 我希望你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 你看到有人侍奉神 你的信息也告诉他们 你侍奉神 神必尊重你 你所做的一切就有永恒的价值 人被你改变 他们就有永远的福气 你也叫这个造会充满能力 所以我希望你 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去传道人 你去主掌 你去平信徒 你自己有灵命 你知道跟从神必定蒙福 你也知道 懒惰必定有破坏性 不使用自己的暗示 必有破坏性 你就被介绍训练 提升你的灵命 然后你帮助你这些人 提升他们的灵命 帮助他们处理生命 训练他们 这些人就成为 侍奉的人 在我未经历圣灵充满之前 我曾经带很多信耶稣 我曾经在学校做学生施工 很快很多人信主 但我发觉当时我没有做到的 是吸引起他们侍奉神 其实他们的灵命 我也发觉很难提升 我们教导他们 他们都没有这个吸引去侍奉神 当我经历圣灵之后 当时我是在一个传统教会 释奉的 我经历圣灵 我就参加这个聚会 我就带一群人跟我一起去参加 他们都经历圣灵 回来之后很火热 我就为很多人祷告 他们都经历圣灵 我们就训练他们 他们就很热心 我们的教会 从一个崇拜变为两个崇拜 而且增长很大 很多人信耶稣 很多人灵命更新 从他们中间 我们信起有好几个人侍奉神 现在都去宣教室 去传道人 就是在我经历圣灵的教会 以后我在不同的地方 训练人 不停常常见到人愿意侍奉神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的感恩的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很大的益处 帮助人在信里面 说神这么真实 神这么有能力 神这么爱我 神愿意使用我 我跟随神最蒙福 他们也看到自己有圣灵的能力 他们就愿意信奉神 他们的生命就提升了 就被神使用 我想问你 你觉得你可以在你的教会里 信起人侍奉神吗 信起人的灵命 有些人觉得信起人的灵命很困难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你带领他们信主的时候 你就说 神是掌管一切的 第一点 祂掌管一切 你听祂的话 你爱祂 祂能够将所有的福气赐给你 而且祂爱你 第二点 看重你 第三 你听见神 尊重神 侍奉神 神喜悦 你的生命就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但你如果懒惰犯罪 软弱的话 你就失去这些所有 而且这个破坏性很大 你想走哪一条路 我带领人信主 我就马上问问他的 我为人服势祷告 我之后我也问他们 你愿意吗 这里有多少愿意 侍奉神 请举手 感谢主啊 你们都举起手 哈利路亚 这个是不是最聪明智慧的路 是不是 对你们都是最有福的 最有福的 是不是 哈利路亚 好了 我们组织他们成为一个服势队 然后给他们机会去服势人 信任他们给他们机会去使用 去帮助人 然后第十 观察他们的生命和习奉 引导他们怎样更有效的习奉神 帮助他们处理生命和习奉的任何破口 因为人侍奉的时候有些时候会骄傲 有些时候会不懂得怎样处理某些人 有些时候会被人伤害 有些时候会批评人 这些我们都需要帮助处理 但不需要骂他 我们就是引导他 你觉得侍奉的时候怎么样啊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啊 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 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啊 然后我们就引导他 而且是如果看到他有些问题 我们就问他 我看到这个情况 你觉得这个会影响你的事奉吗 如果他说会影响 那你想不想改变啊 很重要要处理生命 其实很多事奉的人生命都有问题 因为他们不知道需要处理生命 处理情绪啊 罪啊 负面想法啊 轻抗人啊 骄傲啊 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生命很多破口 我见过不同的人 甚至传道人 生命都可以有破口 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完美 我们就说神啊 我是无用的仆人 来到里面前 我谦卑的 说神啊 你使用我 但我不敢犯罪 因为我犯罪之后 神就可以将所有的服势拿走 所有的机会拿走 所以我不敢犯罪 我就求神有任何罪的意念就处理 但不许每个人都是这样 事奉的人可以有什么罪的 第一 骄傲 帮助的道人 觉得自己很厉害 第二 轻看某些人 这些人很麻烦啊 啊 帮来帮去都没有用了 没有改变了 就轻看人了 或者是控制人 你要听我的话 你要做我吩咐你做的 我没有吩咐不准做 我们不是神 我们早上讲到 夫妻比起神佛 在照会里面也是这样的 牧者不去杀制群羊 不去控制群羊 我们去带领 我们去牧养 我们去有好的榜样 欢信他们 提升他们 如果他们有意见 聆听他们的意见 我听过有不同的照会是这样的 牧师传道 做主 人有什么意见都没有用 跟他说都没有用 他有意见 他就跟着这个意见去做 人发觉有问题 他还是去做 这样的话 他的事奉不会提升 他觉得自己控制所有 必定所有都好 但其实人不是所有都好 结果是自己受苦 是不是 自己受苦 但如果我们说 神啊 是你的师父 跟我说 是主的师父啊 是你的方法 是你的方法 是你的计划 我是你的仆仁 我是你的仆人 我信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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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领我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带领我做什么 你带领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不敢做主 我不敢做主 我敢做主 是你做主 信你做主 重要吗 你有没有见过 传道牧师领袖 组长 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控制人 但其实后果不是好的 有没有见过 请你举手 你有没有见过 你就看 真的有缘实践 其实有不同人都告诉我 他们曾经见过有些领袖 其实他们的榜样不是好的 所以我们就说 神帮助我们 真的在神面前谦卑 好了 另外传道可以有什么问题的 有些很多不去看圣经说什么 只需讲经历 只需讲情况 不需讲圣经说什么 没有这个清楚的圣经的根基 我们必定要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 能够讲的话都出于圣经 而且分辨任何不好的教导 也帮助自己全然地跟从神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带领人 吸风的时候 也看他们的生命 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引导他 否则有一天 他们会变为容易伤害人的 吸风人员 有些传道另外一个罪是 伤害人 这是控制人的时候 会伤害人 关于刚才所说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提升人的灵命和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